加拿大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指 此次由秘魯主辦的亞太經合組織領袖峰會成效顯著 總理特魯多與日內最後一次外訪的美國總統奧巴馬 墨西哥總統潘尼亞·尼托等多國領袖 就推進全球化多邊經貿關係舉行會談 陪同總理出席的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方惠蘭表示 政府對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的立場不變 應該就要由家國人民決定是否認可協議內容 針對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時曾表示 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並重新協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特魯多呼籲各國警惕全球升溫的保護主義情緒 而一旦TPP不能獲得通過 加拿大也做好準備與其他國家簽訂相應的雙邊貿易協議 富皇衛視 武警一鳴江 溫哥華報導